我们还是要去看刚刚的这个资料 首先我们就打开这个111名 因为我们现在为了要去做栏位 就是资料档案的标准 资料档案的标准也就是说 你必须要考虑这里面 不管是1月2月3月 是不是它的这个地方标题要设为一致 不管是1月2月3月 你的标题都要设一致 对吧 好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要去搜集资料 你不可能一个一个档案在这边做 但是我发现真的很多人全部都是涂法炼钢的方式 所以今天我们现在我就要教你 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工具叫做VBA 它是你只要会使用ecell 它来帮你写程式 可以吗 那我们现在就先想办法把它的标题做成一致性 所以在这个地方请问一下 这一栏的标题叫区域别没问题吧 这一栏的标题叫村里数没问题 这一栏的标题名称叫林数 你要知道说我们其实在做那个资料分析 我们可以用到类别次类别 既然用到类别跟次类别 所以你就必须把这一栏最好的方式就定义为 人口数然后下底线记 然后这一栏叫做人口数下底线男 这一栏叫做人口数下底线女 同意吗 那请问一下 你会不会 会不会把 这一格改成叫做人口数下底线记 会嘛就是打字嘛 你以下怎么操作 你就只是把它录起来而已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去做 首先 首先我们先把 我们就挑共同的一个档案 这个 我们挑这个档案好不好 挑110年 因为每一年都是1到12月 只有它是只有110一年到8月 好 所以请大家一起打开使用 这个 县市村林户数及人口数 然后中间减 减号110年 这一个档案 然后请点启用编辑 然后接下来开发人员 对不起 然后先点档案另存 浏览 我要放在不是RAWDATA那里面 我要放在就是 这个人口数Clean这里面 然后副档名一定要存成XLSM 可以吗 然后这个名称 你就不需要叫它了 建议叫什么 建议就是叫 因为我们是做合并档案 但是我们只是把现在是 01把它变成一个档案 02变成一个档案 把拆分工作表变成各自独立的CSV档案 所以我就取名叫做CUT File 可以吗 我就取名叫做 就是拆分档案 好 然后记得 副档名是XLSM 储存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